嗨 大家好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试驾的一款车呢 是比较热门的一款车型啊 就是比亚迪的SOM PRO DMI的冠军版 呃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会场的尖道区了 好 你看到这里它写的是一个欢乐送试驾体验 所以具体它是怎么一个欢乐法呢 好 我们这就去看一下 你看 抬口带了一个手环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好 这就是SOM PRO DMI冠军版的一个展车了 然后这里的光线可能不太清楚 那么上一次我们龙舍也已经拍过这个车了 所以说我就看一下 一个光线更好的地方看这个车 具体是怎么样的 所以SOM PRO DMI冠军版和之前的有什么区别呢 嗯 这次主打呢就是一个性价比的提升 价格是多少呢 我们放到最后再来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和类似上的一些变好 首先呢整车的一个配色呢 是用了一个新款的远山青的一个配色 这样看上去会更加的大气沉稳 然后前脸的整个造型设计呢 更加具有了家族化的特点 不论是这个前大灯 还有下方的这个包围 包括这个龙林六边形的一个进气格栅 都是用它比亚迪标准的一个Dragonface的设计底面 直接把比亚迪品牌的辨识度拉满 在整个车身尺寸上面呢 车的车高和车宽都是有所增加的 所以说看上去这个车特别的能装 再加上一个动感油龙的这样一个腰线 以及19英寸的一个双五幅刀锋运动轮毂 侧面看上去就显得更加的霸气外露了 宽体贯穿式的一个车尾 再加上一个贯穿式的点阵尾灯 搭配上这个远山青的一个配色 在阳光下显得真的是相得益彰 而且你开在路上也会更吸引别人的目光 类似方面呢重点有两个大的变化 一个是它新增了一个配色叫静月米 然后整体内部空间呢 也因为这个配色看上去特别的温馨 会让你觉得心情很舒缓 8.8英寸的一个悬浮载边液晶仪表盘 这里面装备了最新版本的D-Link 4.0的系统 给SUN Pro DMI冠军版配备了一个更强的大佬 好那么刚才已经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比亚迪SUN Pro DMI冠军版的一些外观 类似上面的一些设计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去挑战一下 它的一个整个场地的一种试驾感觉 整个试驾场地呢 总共设计了六个测试的项目 第一个呢是这个直线加速 感受一下DMI混动系统 带来的一个零百只需要7.9秒的一个强劲的动力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急停的特色了 一脚刹车干到底能够更快的减速的同时 能够尽快的缩短自动距离 第三个呢是一个重心极度转移 场地更像是一个太极八卦图的这样一个图 内圈相扣 让你感受过弯的时候一个重心的稳定 第四个呢是迷路测试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很轻松的就能拉列一下 下一个呢就是搓板路了 底盘的调校也是作为一个家用车 很重要的一个考察内容 最后的一个超载路面呢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一定是360度全景以上的一个最妙用的地方 好了我们刚刚已经试驾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其他的媒体老师去试驾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这个车的感受吧 整体操控下来这个一个 室内的一个场地试驾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还是挺不错的 不管是那个加速也好 还是急刹也好 甚至是弯道 急弯的过弯上面 都会觉得整个车是操纵起来 是有人有余的 特别适合新手 还有特别适合一些 对开车有恐惧的一些女司机 那么最后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它的价格 13.58万元到15.98万元 所以这款性价比极高的 SOM PRO DMI冠军版 你会不会感兴趣呢 没得到 3.25万元